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2月18日 已經是星期六 最近 小巴大王馬鴨 沽了藍田的舖子 早前 發聲明 叫經紀不要擅自幫他放盤 實際上他是在放盤的 而且 是要賣很多物業 來減債 為什麼 因為銀行叫媽展 他買中環中芯 就下了重駐 賣了110億 那裏給銀行叫媽展 數以十億計的媽展 沒辦法不賣東西不行 因為即使小巴 怎樣好賺也好 現金流一短時間 怎樣有10億20億 所以 他是需要賣東西套現的 不然 就搞不定 因為再融資 也很糟糕 不如買這些東西吧 因為如果你要再加岸 或者再融資 其實也很麻煩 大家也知道 香港的買物業 其實不只是香港 很多地方也是 例如你那個股價 我當你不要說到一百萬 你 正常來說是借七成 但很多時候借不足 借六成 他估計你一百萬 借六成給你 就借六十萬 問題就是 當那個物業跌加的時候 你 欠銀行60萬 但如果他跌了下來 就糟糕了 他 就借不了60萬給你 因為如果他估值 估得70萬 70萬借六成給你 是不是七六四十二 四十二萬 銀行 借足了18萬 麻煩你給我 意思就是 他會叫那18萬 好了 100萬 的物業就是這樣 如果是100億 如果你買了一堆物業是110億 當時股價 借足六成給你 借不到七成 寫字樓其實很難借七成 如果借七成就糟糕了 為甚麼 但是 110億借七成就是77億 現在估值 我想 跌了七成 跌了三成 只剩下七十幾億 七十幾億的七成是多少 我當你七七四十九呢 50億 那你是不是還欠27億 是不是 麻煩你 27億你先補回孖展 因為現在估值跌了 27億一時間在哪裏拿27億的現金 小巴一天收5、10元收到27億嗎 收多少年才有27億 所以 是要賣東西的 因為 即使他 據說現在估值他的家族資產有300億 蚊月佔七成 即是210億 210億你可以收多少租呢 5厘 一年有10億 5厘回報 平均有5厘回報 一年收10億 一年有10億 每個月多少錢 不夠8千萬 8千萬多一點 8千萬 你想一下 別人要補27億 你要補8千萬杯水車身 可不可以再融資 可不可以再給利息 現在息口很貴 以馬雅木這種人 他們是收租的 他們不會捨得給那麼貴的利息 現在利息很貴的 當你跟銀行再拿的時候 拿新錢的時候 不是在以前 P減幾 所以 以往他買物業的時候 尤其是沙士後期出來買 是銀行一勒借給他 當時他是狂買物業 升值多少倍 很多倍 問題是升值還升值 他是收租還收租 但是 那個問題就是 最近買大了 是不是 所以呢 現在他要沽貨 其實應該要沽了10幾 起碼要沽了10幾20億貨 所以 地產經紀 像放題一樣 將他 全副身家拿出來 標價 他當然不高興了 我不是破產 只是要沽了那些貨 減一下磅而已 我不是做了賣 另外一個 也出事 就是朱太 朱太也是買了中環中芯 很大舊的 當然最大是老馬 朱太太也好像買了幾十億 當然幾十億對於朱太太來說 不太嚴重 如果只是買中環中心的話 不過朱太太好像買了很多東西 都是買了百多二百億 那麼好了 最近大家都有看到我們做了一支特輯 就是朱太 在被人貼大字報 那麼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不行呢 應該就未去到這樣的地步 不過呢 朱太太牽涉了太多的 這些 跟金融的糾紛 多得不得了 究竟是哪些人做的呢 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太多 太多犯了 我們其實真的值得跟大家說說中環中心這件事 很多人說中環中心的風水 其實是有問題的 以前 中環中心主要是說大陸佬租的 我們做了甚麼公司 即是窗口公司 或者是他們做了甚麼集團總部 告訴別人知道 我在中環中心 中環中心 其實在上環 差一點 現在可以叫做中環 因為 因為 他還是 在租給你街 在租給你街隔着旁邊 也可以叫做中環 但是 如果到了上環站 那裏只能叫做上環 如果到了上環站 即是維德廣場 現在叫做無限極廣場 那裏就叫上環了 因為那裏不可能叫中環 我們要說回 我們說 這個中環中心風水差 就是很多公司 尤其是大陸公司 尤其是大陸公司 在上面 每間都倒閉 清盤 欠債 走路 所以那裏的租金不是很好 為什麼 因為 很多時候的公司 倒閉完一間又換另一間 但是沒有一間做得長 每間 不是破產 倒閉 對上一間風水極差的 甲級寫字樓 就是賓達中心 即是力寶 力寶分一二期的 力寶中心 風水也是 不是那麼好的 而且 力寶最近做了很多時候 開了律師樓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那裏 出了一份犯官非 律師樓最好就是官非 官非前身 也有官司做 要不然沒有生意 我這節當然就是講一下 行內八卦 因為我們之前認識很多朋友 他們在中環中心 那些寫字樓 租了在那裏 但是 沒多久就說倒閉 沒多久就說破產 清盤被人告 所以 執達利很多時候 就是上去中環中心封租 因為沒有錢交租 封租沒用 人去留空 封什麼呢 除了封租之外 就是那裏出了名 以大陸公司為主 因為 騙人嘛 即是說中環中心 實際上當然不是中環的最中心 不過名字是中環中心 很多大陸公司 尤其是投資公司 證券行 金融 最多是做金融公司 當然也有傳銷 因為那裏的確是漂亮的 各方面 你看上去是有氣派的 下面有大堂 各樣 有停車 入口在前面 德庫道中的入口是差一點 因為以前 市議局收樓 德庫道中的門口是比較鬼屬的 後面大道中的門口是很漂亮的 很有氣派的 當然啦 甚麼也有缺點 沒可能是四面單邊的 因為現在收樓就收不到四面單邊的啦 我們再說一下 當時我們找回一篇文章 就是我們變事 他就說李嘉誠看錯市 這個叫Capital 資本雜誌 應該是吳鴻生的 即是藍華集團 吳鴻生的 應該是他們的啦 我估計 自從踢走了張塞鵝之後 吳鴻生也好像跌倒 聽說沒有甚麼運行 他當時就說 中環中心賣錯價 超人看錯市 長實光輝不在 這個是2019年5月4日出的 這篇facebook 這個是 是不是facebook 還是一個網站 不是facebook 而是一個網站 他說 長實在2017年以超過400億的天價出售中環中心 將他撤資計劃推上高峰 也反映李嘉誠看淡本港的前景 中環中心的買家陸續拆受手上單位 叫價超過4萬元一呎 兼好搶手 正正反映李嘉誘在看錯市 拖累長實表現之餘 也令他在 香港地產市的美好時光 告一段落 好了 然後他就說了 自從恆大 以天價125億向華智買入灣仔曼國寶通 即是現在的恆大中心 揭起中資在香港數雙下的熱潮 香港寫字流價格不斷被炒上 雙下資產大幅升值 不過首富李嘉誠選擇17年 將中環地標之一的中環中心 75%股權適數出售 代走402億 轉到海外投資 超人此舉無疑是汗探了本港地產市道的前景 倒樓市會跌 中環中心逆市之後 中資瘋狂 數貨的確收斂了一段時間 之前市場人士大贈李嘉誠及時離場 但超人也會有看錯市的時候 之前占了手的買家 開始帶這個策售單位 反應熱烈 赤價升足八成 令到李嘉誠相當意外 當然 短時間短炒是有人賺到錢的 不過最終 黑夜的個個都輸了 他首選就說 蔡志忠 亞洲地產賺了5億 當然 不是全部他的 蔡志忠當時是一個集團 連陳炳志 連一班人 最主要是陳炳志 其實是大老闆 除了他之外 大部分人 都是黑夜收場 個個都輸錢 輸得最多 當然是馬木 和朱泰 好了 大家只要打中環中心 大家就會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 人們洩讓 洩讓許榮謀 2022年1月18日 許榮謀洩讓兩層中環中心作價15億 這是大公報的報導 2021年11月8日 許榮謀 按了中環中心籌14億 然後 山高金融買了佳兆業中環中心的38樓 佳兆業也是輸錢的 內房危機 2021年12月 佳兆業出售中環中心38樓全層 這個我們就 抵債 不單只是賣價 租金也是不斷下跌 在2020年的時候 當時就說中環中心的赤租跌穿55元 創了四年新低 這樣還沒 剛剛在去年 成交進一步下跌 只創了37元 這個是2022年的8月 即是事隔兩年之後 中環中心 當然那個可能 不是那麼好 低層 22樓交給單位 已經交給了三年 37元租出 回報只創了這幾 這個是 這個大廈是12年來赤租的新低 當然大家都知道 中環的寫字樓越來越低了 這一層樓也是當時蔡志忠的 即是 接他摸貨的人 乘了東西 當時他剖開來賣 結果 他剖開來賣 他剖開來賣 所以 什麼都好 頭一閘 四人賺錢 之後就嚇壞了 所以 中環中心也挺麻煩的 現在持著的人 人人人都好像有問題 風水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是 這棟樓的風水特別差 因為 很多人 很多大陸公司破產收場 所以 很多人聽到中環中心也害怕的 這節時間 暫時講到這裏 接下來再跟大家講一講 另類一點的話題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多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暫金 很多朋友來到我們住 也覺得很方便 那麼我們 我們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以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